好大家晚上好 OK 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各位 谢谢大家收看 由生活杂志旗下的 爱生活网站 为你呈现的大师家导 面子书的直播 我是彭忠华 新加坡研中秀的负责人 那么创刊于1972年的 三日刊新生活报 那么已经转型成为周刊 而在网络上 新生活报在2016年 创立了一个网站叫 爱生活 来来 那记得去like和follow 爱生活的Facebook专页 各位 那么很开心 这么久 没有回到我的娘家 为什么叫娘家呢 那么事实上 以前严重秀啊 在马来亚有13间分行 那么后来因为我呢 把事业的中心在中国大陆 所以就很多时候 时间上的关系 就比较少回到马来亚 那么当然马来亚也是 我的真正的娘家 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 过到丁一的 所以其实我也是 算是马来西亚人 Alright 那今天很开心 那回到这个地方 那么最感激的是Michelle Michelle的牵线 我们大概有20多年没有沟通跟见面了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然后在一个线上 她看到我女儿的Facebook 然后又看到我们 在做直播 然后今天呢 跟新生火爆 重新 就是联系上了 这就是所谓的缘分了 Alright 那今天 大家晚上 我特别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 因为尤其是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嘛 那我就想说 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要谈一下 通过指挥斗数 如何看透你的人生 那么在命盘里面的组合性里面呢 指挥斗数 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剖析 你的这个命运的轨迹 那到底我们在做 算命的一个逻辑的一个过程之中 占星数对我们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少 然后工位在看的东西呢 它的对等关系就是 从命盘里面 通过这个组合性的星盘 你能看到其实 事业上 你的老板的思维想法 那夫妻宫 你其实可以看得到 你先生的这个五官形态 他的思维想法的意识形态 那么子女宫 也会看得到 孩子的性格 心性 跟他的个性成长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因材而施教 那么事实上 看命 你要记得 他其实不是说迷信 那么一个好的导师啊 各位 对于你的心灵建设 跟八字基础的掌握呢 会给予你宏观的一个很好的观念 然后再把你的八字再为婆系 人呢 一定要先知先觉 而不是后知后觉 那么所有人的八字都有轨迹 你的个性 你的性格索然 你的心性的索然 在你的先天八字里面呢 其实是一览无遗的 各位 好 所以 命运的主导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其实 命是车 那行运是路 OK 那命是一种生命 也是一个本体 算是一种严审 是一种记忆 在人生中的一种风景 而运是一种判断 然后 他的路程是脚下的道路 所以命局本身有大小之分 行运也一样 那么在指挥斗数 我们在看你的人生的八字基础上 那么最为重要的是分12个公位 命凶夫子才 那么在整个公位里面 各自的公位 其实他又在看的细节里面 他每一个段落的分析 都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那么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引导 生活中的盲点 就会有很好很好的 一种规划 以及提醒 减少生命中的一些障碍跟失败 那么在于我们指挥斗数里面 各位 我们所谓的命功 它是本命功的这个所在 为你的先天运势 先天基础 所以命运的一个主轴 行运的一个源头 所以命功非常重要 那么也象征很多方面的这个 你的人格 你的做事的一种能力 能量 然后你的潜在的一种思维的一种观念 同时在于你的命功 如果你是有主心的 而这个主心有开创能力的 事实上在你的命功里面的主心 比如说你是一个指挥七杀星 那么这样的一个命局里面 你的人的一种性格的创造能力 掌握能力 渗透能力 跟管理能力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你算是一个事业的企业主 所以我们叫做这样的命功 八字里面呢 是属于帝王带刀割 所以企业家呢 就更容易成功了 这是良好的 那么在我们命功里面呢 内在我们还有其他的小行星 基本上还能看出你的健康体质 甚至你的遗传基因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包括你的心性脾气 alright 还有呢 就是个性的一种特质 alright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无企星 作为你的命功的人 那无企是比较冰冷的人 他是属于比较孤傲 但是他的对财运的一种掌握能力呢 因为他是属于财新 所以我们八字里面呢 紫微斗数里面 如果是财新入主于命功的人 各位 他的优点就是财新可以入库 这是非常良好的 alright so 待会呢 我们有一些个案 所以有一些人 如果给我这个生成八字 年业制时程 那我就会帮你 就是在做一些分享 在后半部的一个时间表里面 你会很惊讶 紫微斗数的这一个准确性 然后把你的一种意识形态 那包括你的十年大运 甚至是流年 都在月份里面的流夜 都有很好的分析 你就会觉得说先天命 很多时候半点不由人 所以会使到你 觉得说 这个紫微斗数的准确性 作为以前的帝王术 还真的是 非常的一个科学 然后更为重要的是 好的导师 作为心灵的一种 就是辅导的时候呢 对于你的这一种 八字里面的欠缺 或者你的思绪上的一种 没有办法掌握的方式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来提高你的思想的波动能量 然后作为引导 然后包括你的穿着的衣服 颜色 造型 开运采重 整体的五行概念呢 来提升你的这个整体的 心性的一个搭配 最为重要的是 紫微斗数里面能看得到的 就是找出你的命局里面的贵人 障碍跟小人的方向 那么这样呢 能缩短你的 事业上的一些困难 然后你可以发展的一个方位 那么对于你来说 核实的搭线 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非常重要 所以有时候呢 有一些人呢 命局在中线就有爆发可能 但是因为他格局命理呢 就是格局太小 对自我的一种信念的差异 比如说 去门入主的人 他本来有成功的机会 以口为财 但是他的缺点是 就是没有真正的一种胆量 跟事 所以这样呢 反而有点可惜 所以就变成 他的成长力不足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命盘里面 命局太小 而你的行星 没有爆发力 所以你这个 命组的心性 我们要补太阳火 你需要有良好的导师 你需要有良好的贵人 来成就你 那么我们在看命工以后 我们还要跟随着兄弟工 兄弟工是我们的这个兄弟的多广 个性和入与否 那有一些人在兄弟工作为一种合作线 其实也是代表你有没有兄长 或者是姐妹 非常有能力 然后对你来讲产生了一种辅佐 是否有所助力 所以有一些人呢 在兄弟姐妹的这种关系跟缘分 甚至感情 打虎不离亲兄弟 但是也有很多 本来至今上 就是有阴煞 有秦阳 然后还有一些雄心 就代表兄弟的合情力不足 那么这样来讲呢 如果家族是有事业 有产业的 最终 公斗 就是有很多的争议性的一个发展 来影响到你的家运 All right 然后我跟着要介绍的 就是认知的夫妻的公位 那么在于我们夫妻啊 那不是宴家不计头 很多人的婚姻都有很多的 错误的选择 选择 其实更多的时候 有如就好像说 哎呀老娘是瞎子 怎么会嫁给你呢 那么 所以说的好 真的是不是宴家不计头 那么在于我们紫薇 董述里面的夫妻宫 它的优势是什么 它能看得出 到底你没有真言 你是真言 还是假的言分 还是你是无花果 等于呢 只有烂桃花 而没有办法开花结果 那么虚向的因言 如果在对的时间表和婚 红蓝逢天喜 它能帮助你有上升的言分 从假的延伸成为正言 那么在紫薇斗数里面呢 它就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的十年大限 你作为和婚 其实能帮助你的假言 那么这个就是紫薇斗数的真正的重要的一个环境 所以很多人在和婚期啊 没有选择对的时候和婚 所以那个时候的大限的爱情 其实是你的虚言 所以你的婚姻形成很多的很爱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婚姻是非常难经营的 然后很多人在感情上 就变成了就是一种 就是燕偶 然后最怕的是什么 你的夫妻宫 它有一个心叫陀螺心 那么假如夫妻宫有陀螺心的 各位你的困难啊 就更大了 为什么是大呢 它就会造就未来 离以后我们好不容易离婚了 再找到第二个缘分的时候 最终你会发现 你的第二个选择 跟第一个它又是一样 然后拖拖拉拉的又有争议 然后好不容易第三次啊 终于又第二次离婚了 第三次的婚姻 后来在生活的当下 你慢慢的发现 原来你的第三跟第二个跟第一个 又是一样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啊 你要记得在紫微斗树里面 在我们看一个命盘 它是看得非常非常透彻 所以灵验 在于你的爱情 我们找出切线的爱 是何方在于婚姻上的组合 所以在我们看缘分感情里面的一个整体 我们还要看到你的朋友功如何录入你的缘分 然后你的紫田线跟夫妻如何组合 那么在这个三个工位里面 再整合出来你真正的生肖搭配 跟你的夫妻的这个天垂向给你的引导 然后你的感情重新的搭配 我们在找这个缘分的基础里面呢 是可以找到互补这一个我们所谓的新的特征 那夫妻一旦被互补了以后 你的爱情才有可能是严满的 才可能是positive的 这些都是我们在看紫微斗树里面呢 额外添积给予我们的一些提示 来帮助我们的爱情的这一种 增加我们的认知的方式 真的我发觉我们做了30多年 很多人在婚姻上 真的是没有大stamp 什么叫没有大stamp 就是你的眼睛没有大stamp 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种失误 所以你会觉得很累的意思 所以夫妻宫我们介绍完了 那我们还要看的是子女宫 那我们生子女 我们更希望是贵子 而不是属于在主 那么很多人为了生而胜 其实就会形成了一个障碍 假如你的子田线是碰到地节地空跟零星 代表你的受胎其实比较不容易 也能看得出可能是有公外孕呢 或者是惯性流产性的问题 那我们的子田线里面呢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品性跟品德是良好的 所以这些宫位里面的祖星呢 现在的人已经非常流行择日婆妇 所以这个才叫做造命述 所以在对的组合年夜日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呢 代表我们做这个择日的方式呢 作为婆妇的话 此造命述能强盛子女的八字 然后这个强盛的八字 假设你的子女是子为天父 假如你的孩子是太阳天良 这样的子女的缘分呢 它是属于有缘 而且呢 可以成就父母 所以我们说得贵子 那得贵子我们 父母凭子贵 所以各位永远要记得 在于我们八字里面的基础里面的造命呢 你也能掌握这个组合呢 未来其实这些更能真正的可以用论命的方式来帮到自己 这是比较聪明在命里的一用法 明白我的意思吗 各位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布局 在于我们的人生 很多时候通过论命的认知 形成了我所讲的先知先觉 这个才是有智慧聪明的人 懂得用命理来帮助自己 未来子女的一个八字来成就自己的家运 这个才是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记得 我们今天投资子女 从成长的过程到她 先有所成到她毕业 我们每个对少对子女的投资 都是一个蓝筹股 有些投资整百万 有一些是两三百万 让她成才 那么最终你的子女的品性跟品德 如果有偏差 她又是一个债主的话 讲真的 不值得你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投入 最终你得到的是什么 债主 所以养儿未必是防老的 对吗各位 所以认同我的也可以就是 支持我 所以我希望我讲话的方式速度不会太快 然后你们呢也是可以 catch out 因为第一次呢 我就希望比较多的讯息给你们 未来一旦我们跟风采有更好的联系呢 未来的时间比较拉长的话 我们有很多很多成功的个案 如何通过这个指挥斗数的论命 来引导你的事业 人如何选择事业 以及你的子女呢 如何应财失教 所以你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表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指挥斗数所介绍的 你的命工里面的财博工 很多人以为说财博工旺 他就是有钱的 你错了 财博工的主心旺还不够 还要你的田仔工 也就是你的保险箱要 你的裤要大 你的财产会是你的 所以你以为说我们看命 如果是看到财博工 哇有很好的主心 比如说有欺杀 有贪囊 有连真心 你就觉得说 哇我很会赚钱 我反应很灵敏 我可以几亿反三 我可以成长安度 然后我就会很有钱 你错了 财博工的财 alright 真正来讲呢 就是你的财运的开创的能力 但是不代表 他只能说你赚钱的本领 那么事实上你有没有办法结约 你能不能理财 你没有投资运 你甚至有没有赌运 alright 有很多人的这个财博工 走破均 破均代表开创力 alright 他开创力其实很好 但是因为他是破格 所以他不具备了累积财富的功能 所以你的钱财你做多少 其实你的耗费更大 所以你没有理财的观念 你没有办法结言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假如你的财博工 既有花钱跟花路 那么这样的财博工 是在我们称之为上等的 有利的 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你无企心 你又有天赋心 然后坐在你的财博工 无企是财心为开创 天赋为库 这个就不一样 因为你的财分 入你的财博的本宫里面的库房 等于我赚来的钱 能进入我的保险箱 那恭喜你 你的身家才可以过亿百亿 所以你要永远要明白 人一定要有厚德 方可以债务 你要有德行 你要有这个能量 这个财才是你的 你没有那个能量 今天你种大财 你种多多 三五年以后 反而是什么 变成是该帮帮主 那其实就更糟了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你被劫 所以我们在看财博工 如果你有很多其他的雄心 在那边等待你的 甚至有花季的 那么事实上 你这一辈子都会为财而忙碌 所以你要为死亡 所以我们很怕我们的财博工 是属于没有能量的心 空工 那么对不起 你这一辈子 将会非常非常的变成是 为钱财而烦恼 而且呢搞不好 如果还犯天性 你会因为钱财而变成 就是走法力边缘的问题 变成最终要被这个法力的耶稣坐牢 按摩天子 所以那一生八字走错的一个格局 有些人说我这辈子就是 非常的就是所谓的尊重法力 但是如果你是刚好你的参国工有文餐化剂 又犯天性 往往你的好心 你的名字被人家利用 去作为公司的一个法人 或者是一个董事 最终你承担所有的法力责任 你是被利用的 然后你跟所有的人说 哦冤枉啊 这不是我要的 对不起 你要承担责任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清楚 好人不代表一定有好报 你要小心 所以我们看紫围斗树里面啊 财工对我们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重要 各位 所以如果你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这个灾难性的破财 你就糟了 alright ok 然后饥饿工是 未来我们还要注意看呢 就是健康 你疾病的这种轻重跟种类 每个人的生死有命 所以在紫围斗树里面呢 当你的心盘里面 所有的各自的祖心 然后再加上你的吉二宫本身 又有花季心入主 那么你这一辈子的钱财 其实医院就是你耗你大钱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很可怜 那么我们甚至能看得到 你的成长过程之中的阳寿 所以有些人长寿 有些人呢走劫 有些人逢意外 然后男生比如说太阳花季 他有心悸的问题 他有脆死症 所以他的官可能是49 或者是53 那么在座的各位 那现在的人呢都可以 一般性都可以活到82到88岁 那么假设你去想 你47到53过关 那么这么早就交护照的话 其实是蛮可怜的 蛮可悲的 就是钱在银行 人在天堂 对吧各位 所以你会怕 对吗 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所以吉二宫 你永远要记得 人没有赚到钱 你这一辈子 你一定要赚到健康 因为健康是无价保 真的 我们发现很多人 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忙碌 最后呢 这一辈子结尾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赚来的钱 你去花了 不断的在为你的健康 去互补你的养寿 所以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 我们在线的朋友 即使健康 达官 开心 那么我们不是认命 而是要知道 在我们八字里面 到底你的优点有多少 你的缺点有多少 你的执行能力好不好 你是不是一个企业 规划能力很强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艺术才能很强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从格 你必须要跟进 帮助 然后让有借力的过程之中 你才真正的能看得到 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有了这些 你才会不断的 不断的成长跟扩大 在这个扩大的范围里面 那指挥斗树里面 会帮你找到你的 这个天意跟一堂贵的 你的左脯右臂 天归天也 这些主要的心跟生肖出现的时候 各位你就可以借力 而这些人更愿意成就你 但是人往往很多时候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各位 就是天大地大我自大 我最大 天大地大我最大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过度的自我意识 经常最终造敌而不知啊 对不对 各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将要特别小心处理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宫位里面的细节 alright 然后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命宫的对宫 叫做千语宫 有些人的本命啊 是没有主心的 他的千语宫的对宫 反而是路马交辞 然后呢 话前话路的 那么这个时候更多人的八字命组里面的主心 离乡以后才会发达 但是你要小心 你的离乡在一方位里面 东南西美洲 有不同的武邪 紫围斗树里面 恰恰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的千语宫的转移 是在东南 是在西 是在东北 还是在北方 那么紫围斗树的心性 他的潜入科会看得非常清楚 有了这个的帮助 会减少你摸索 这个就是指挥斗树的真正有利的这个因素 alright 那因为我刚才就是有几个人已经开始就是给了我这个命盘 那么有一个是在新加坡出生的SG POM alright 他要问感情 他是1990年的alright 那么可以我先找这个命盘 然后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命盘里面的组合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alright 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他的感情的这个决定 或者是他的婚姻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得婚的人为重要的一个选择 alright 好 这位先生1990年 alright 他是属于8月28号 然后蓄时出生 ok 那么这个是真实的个案 你的命宫是做无曲 你的迁迷宫是贪婪 所以你这个人呢 在感情上的 在于你的命宫 最为重要的是 你在追求完美 那么无曲他的本性是属于冰冷的 然后性格上比较孤傲 但是你的迁迷宫是贪婪 所以你牵扯的感情 有太多的雾水桃花眼 所以很多时候在感情上的选择 你的认知就是 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在追求完美 等于你会觉得说 Samsung很好 华为更好 其实iPhone会更好 然后最后iPhone你看完了 而你说Oppo会更好 那么我跟你讲 这样的感情世界上 在你的爱情的价值观里面 在于你的情感 无论 你早婚跟迟婚 最终都会弄到你投婚 为什么 原来你的夫妻公走七煞 入主孤城 所以在于你的命主八字 七煞孤城的话呢 代表什么 你最好是单身贵族 你不适合结婚 你是一个很好的情人 你很注重的一种就是浪漫 或者是一种狂野式的一个爱情价值观 所以你这个人呢 跟你拍拖的时候呢 很多狂野的事 或者是很差异的方式 在海边里面浪漫 在车上浪漫呢 你都是特别有情趣的一个人 所以你作为情人非常适合 做老公 你就不大适合了 因为重点你是不喜欢收到耶稣的 所以你的爱情如果是逢七煞的话 讲真的你同居 或者是单身贵族 比你有正眼更为理想 因为你的婚姻 在于你的保鲜的阶段里面 非常的短暂 差不多五年到七年 你的婚姻 你的感情 对于你的伴侣 你的认知 你会觉得说 你的激情会不在 然后你会很快的冰冷 所以你会恐惧爱情的这种冰冷 那么恰恰是因为你的性格的自我意识空间 所以这个1990年的朋友们 你的爱情的价值观 更为理想的就是 如果你坚持要的 我们鼓励你找一个叫七管言的老婆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七煞入主七管言 就是要有一个比你更狂野 更懂得浪漫 更激情的女人 让你有所怀念 而且她有很好的企图心跟手段 然后让你称服 所以这样的女人 其实是有的 但是她们的人生背景是不简单的 而且是 等于她们也看过所有的男人 然后她们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 恰恰这样的爱情 也是你要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爱情 她是没有什么 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最终你的婚姻还是属于无独的 好 所以这位1990年本命无群 千里公司贪囊 夫妻做七杀的人 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所以是不是很可爱呢 各位 现在我要回答 Kris 用的问题了 所以你是这个1981年出生的 alright 所以1981年 alright 你是6月20日 时辰我就不说了 好 小等一下 小等一下 Kris Kris你要问事业 OK 你是天同天亮 然后文起化科 你这个人呢 极易反山 人很聪明 Kris你在吗 alright 那第二点呢 你这个八字是行江湖路的人 所以你这个八字如果是做保险 做销售 做买卖 做银行 做金融 或者是做金融通知 做房地产 做traders 买卖 不得了 很好 那么你这个八字里面的基础里面的优点是什么 你是极易反山 做什么 像什么 第二点 你有天同的小福星帮你 所以很多时候的认知 你是blur blur的卖 消费者blur blur的买 所以Kris你在吗 alright 希望你在 所以你听得到 OK 给我一个hello 这样我会更懂得跟你response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八字里面 你有文曲画科 你很有才艺 事实上 这个八字里面 在以前 他是做什么 龙门客栈的老板娘 所以假如你是做潮流美 跟做会所的事业体 或者以人脉为主的很好 但是你要记得 你的人脉事业一定要以男人为贵 因为你的性格八字里面 是属于中性格 什么叫中性 意思是说 你这个八字 Kris 你在男人圈里面 是很受欢迎的 你也是一个大姐大 你的个性也是属于大咧咧的 你的性格有中性格 明白为什么 唯一的缺点 你这个八字在事业上 没有得好停顿 你个人能力很强 但是你的耐心不足 所以你如果要带下属的话呢 你的脑电波跳动太快 所以你对笨的人超级没有耐心 所以你带团队的时候 你会非常辛苦 所以你的personal sale会 讲真的 你的personal sale会 好过你的这个所谓的group sale 所以我希望你在做业务 做行销的时候呢 你这个八字是非常独领风骚的 那么你第二个选择 同梁入主的人呢 也有很多是做什么 药 medical 或者是做保健 或者是第三医学 跟医美的行业 这个是你有兴趣的行业 只是说这个八字在事业上呢 他要借力借势不是一个企业主 不过呢 你是一个很好的service sales consultant 所以这方面你的事业对你的帮助会好 alright 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 Lee alright alright Mr Lee 1990年出生的马来西亚 所以你是5月2号时间我不说 因为你是问4月alright 马来西亚哪里也没有说啊 改次你们要说你是东马 沙巴 西马 JB会比较好 好吗 各位 so这个 Lee Chang Ch-E-R-N alright 我现在要准备你的八字了 ok 稍等一下 5月2号 alright so ok ok Mr Lee 你的命盘出现了 ok 很快 alright 你问的是事业 所以你是Mr Lee 1990年5月2号 你在吗 alright 马来西亚的朋友 ok 你的命组跟你的事业公围 你的本命是做巨门 你的命组有巨门对公是属于天统 所以你的人就是懂得表述 你的口才是良好的 然后你的讲话的方式 convencing power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的事业呢 最好是以口为才 但是缺点是什么 你真正的官路公 你是没有主心的 你逢阴煞 所以阴煞在这个官路公里面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缺点就会遭救你 在共事的当而 很容易因为不满的情绪 身边很多人呢 就妒忌 所以你要面对很多的障碍 所以你要clear很多困难 所以Mr. Lee 你的事业上呢 是面对很多竞争的 你这个命组的八字呢 从事与事业五行呢 最好是从事什么 无论是水 水跟木 木跟火的三个 combination的五行 包括科技 科技电子仪器 Matchcom All right 就是我们所谓的广告业 销售保险 中介 然后做房地产 All right 这几个 或者是与女人的事业为主 为什么 你的官路公是空公 但是你的对公是太阴心 跟天机太阴心化科 你更适合是赚女人的钱 以女人为财 所以你的消费市场是买 大众女性产品的话 你的事业的发展会比较理想 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你的官路公 没有主心 又逢阴沙 所以你的事业做的并不理想 然后就比较多的障碍跟ostica 所以Mr. Lee 你的命组的八字 真正的五行 对于我们来说 你这样的八字基础里面 你要补忘火的基础 所以谁是你的贵人 马跟羊 所以马羊 生肖的组合的客人 更能成就你 你身边要有足够的mentor mentor的意思就是 你要有很好的 有能力智者的 能来盖你 因为你这个八字呢 是聪明 你聪明而误导 就是你的聪明是小聪明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大器 你的格局 你的能量基础里面呢 没有你想象中的大 所以就变成你呢 就是幻想空间很大 但是事实上呢 是属于虚项 你认为这个事业的掌握性很容易 你一手就可以掌握 那么在现实上 你要得到你真正的财 跟你事业上的顶峰 你是收到先天耶稣的 所以这个八字要好好的弥补 太阳火 所以我建议你呢 人要干净利落 头发剪短 明堂要亮 所以这个是火旺的意思 太阳穴要封 然后人也是干净 越有这个耐性 越有笑容 做事之中广结善言 更为真正的理想 All right OK 那Mr.D你在吗 All right 所以呢 我现在要帮Ivy All right Ivy All right 你信 最好是告诉我 你来自哪里 好吗 各位 希望我在解答的时候 也可以知道 你的location 比如说你是Miri 你是KK 你是西部 那么以前我在这些地方都有分行的 All right 在阿洛 SS2 Slam Band 我的分店严重秀都在那里 我不知道你们对我有多少的印象 那么以前我们TV3 and TV7都是我的节目 只是我这十多年来比较没有回到Malicia 所以感激Michelle All right Michelle感激你把我们的缘分又重新搭进了 那么时间也飞快了 到今天我已经也50多岁了 我相信我身边还有很多马来亚的一些熟客 当然我还有经常有很多马来亚的熟客来到新加坡回来找我的 只是这一次因为有这样的科技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我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就代表说未来我不需要有太多的时间飞来飞去 同样的我们严重秀还是给服务你们的 All right OK 那Ivy Ivy Look All right 1980年5月24 All right 时间我就不说了 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我在设定你的命盘 所以你要问的问题是爱情 什么是爱 是什么是恨 爱不是难难依依 骗自己 来吧 就来了 OKIvy来吧 好 你是命主天机 All right 逢奎心入主天行 然后你的迁迷宫是天亮 然后你的夫妻宫太阳独坐 OK 你这个八字叫做 十来的爱 OK 你的命主的主心是比较敏感的 小心 猜疑 你不大容易相信别人或者是相信爱情 事实上呢 你的命主的八字是非常切爱的 对于你来说呢 你以为你是一个大女人 错 你其实是一个小女人 所以你很在意你的家运事业 和你的人非常非常的传统 那么事实上你要找的婚姻呢 因为你是夫妻宫走太阳 所以夫妻宫落入太阳的话呢 就是眼价他乡最好 第二 婚姻上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所以你的感情有一点点叫做糊里糊涂的开始 糊里糊涂的结束 或者是最后你会发现 我爱的人 我要选择的人 又没有跟我在一起 我不要的人 又跟我勾勾地 就是跟我纠缠 所以你的爱情是 会让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形成无言的结局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即使以后在婚姻上有成 你的选择不会是你要的 所以你是他乡眼分 所以未来你的缘分在西北跟西方 所以你是有机会嫁去国外更容易想 或者你嫁去西马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的解释 那么你的先生的组合 因为他是太阳路主 所以以你的本命八字里面呢 你的先生要比较年纪 大你很多 八岁十岁 或者是大一轮的作为选择 而且你的婚姻的选择 你的缘分 你的爱情里面呢 你的先生的生肖 一般属猪 还有属牛 属虎跟属羊 是你的感情之中的虚言 那这个就是紫薇董树能看得到的优点 因为他祖心的缘分 什么大线里面组合 和你的婚姻 找婚对你努力 你的缘分 而如果能过三十四而成型 会更好 如果不是 这个叫做切线的爱 IV你牵扯的婚姻 你会看到 会找到 就是对方 最好是离异过的 所以变成是后续去 有买有送 在婚姻上的一个认知 OK 好 再来 我们再看 Mr. Lee Chong Sing Malaysia OK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命组 那么我们来处理 是19 98年 十 11月 不是11月 1月23 好 时间知道了 OK 问的是 四眼 OK 很快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Mr. Lee OK 你的命工为空工 你的对工是天气天凉化科 绝对专业 像你这个命组八字 如果是读法律 或者是读medical 医疗 或者是做 account 审计 这四方面的事业 是对你最好的 包括banking 所以你的事业的 你这个人要绝对的专业 你读书学习 过目不忘 所以你的learning 因为你的命组 有化科 所以你是比较容易 在文凭里面 去读更专业的 这个 所谓的专业 所以鼓励你作为master 或者是做PhD 那么你的学业 跟你的事业的专 对你会更好 但是你自己的兴趣呢 反而会是属于 这个科技IT 在科技IT里面 在做的话呢 你的事业的基础 的成就空间 你这个八字呢 是忘老板 跟忘企业的 你不会是一个企业主 所以你这个八字 要么就做顾问 service consultant 这样会比较理想 那么假如你是希望 开创事业的话 你这个八字 如果要做事业的基础 要比较迟 迟到什么时候呢 你的大运的基础 对我而言 要过了42以后 你的事业的开创 成为自己的career 才会理想 前面的尽量 作为一个专业 你这个八字的基础 在事业上 事实上 估计考量的东西太多 你是文人经商 等于就是格局上不够大 可以作为一种方式的顾问 或者要有靠山 等于你的八字要有investor 才能成就你的事业 这个意思 alright 希望你听得懂 ok 好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Kenny Kenny 彭亨宗 1970年 问的是 才公 alright ok so 这个基础上 好 1970年 9月30 alright 时间 不说 各位朋友 你要记得帮我like and share好吗 呵呵呵 有没有我认识的朋友在线上各位 以前是我的客人你们在吗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Kenny alright Kenny 你这个八字是降神 good 无企其商 你这个八字里面 无企花钱 明知三流 偏向三行 你这个人呢 开创能力很高 很有spirit very good alright 你要把你的这个能量不断的提升 来成就你 但是呢 你的这个耐性要增加 第二 你对笨的人呢 也要增加你的耐性 因为你的思维啊 是属于跳跃式思维 你太过于先进 所以你这方面来讲 是很有这个聪明的 然后悟性也很强 把你对栽培下属的耐性不够 你有一点在三国志里面啊 像谁 你像礼布 你像张飞 你很会打仗 你的事业的开创也是有力 但是你不是一个守门眼 所以你是顾前面没有顾后面的人 所以你虽然会打算盘 但是你的算盘 你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你的事业的基础里面啊 你是做指挥破军 那这两颗都是属于帝王性 后面的企业很好 但是他不发少年产 第二个缺点 你是属于三起三落 所以你的事业的命主八字里面啊 他要让你成就下来 再有高峰 再跌下来 再有高峰 你根本就喜欢资本运作 企业对你来讲 只是一个踏板 所以便宜你这个八字 未来的成就很好 但是你跌下来的情况 也是会跌得很重 你这个八字对我来讲呢 要好好的补 补土补金 作为成就 能量基础 你这个可以 以后有机会私底下找我 你这个八字值得我栽培 在很多企业里面 如果看到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家 但是他的命运太多的坎坷跟障碍 我会尽量帮你 你这个八字最主要的是 你以前的因果是将神 杀生太重 所以你做的梦是有颜色的 狂野的 乱象的 你杀恐龙 恐龙杀你 或者是你驾着那个航空的这个太空梭 飞来飞去也是整天打仗 所以Kenny你这个八字是狂野 但是事业上的成就呢 虽大 但是对我来讲叫一得一失 所以这样的八字要好好的 那各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在线的朋友 很多东西你要记得 命组的定案不代表一成不变 好的导师在你对的时候引导你 让你冲的时候你放心 我会竭尽所难 让你像Rocket一样上去 但是当应当求稳的时候 我会让你的心稳定下来 把对的管理人才帮你放好 等于你有良好的Goalkeeper 然后有了人才以后 你才可以第二个阶段 那么人才的固定 Be not stay monkey 所以怎样的制度 怎样的方式来锁定 然后锁定了你的人才了以后 你把钱力百分比的下放 但是你又要有主导钱 但是他们又要看到前景作为推动 那么你想做资本硬做的人 这些作为经商金融 有时候还真的是年龄不到家 不是因为你聪明就可以到的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人生的经历 所以有些老人家每次讲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他不是故意的 真的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离过婚 没有就是上偶 就是老公死了 老婆死了 你很难去体会这种心情 你很难体会 假如你有四个孩子 突然间去你心意外 有两个孩子死了 请问你 夫妻的那种感受 你知道多强烈 你很难用笔墨来做形容 人生 人500是好 花500是好 所以各位这些真正都是你要面对的问题 alright 那么我现在还要帮水新加坡 alright so是新加坡的alright 问财运 所以他是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 alright so是六月一号 okay 好 时间不缩 所以问的是 财运 ok 你的命宫 alright 是一九九一年 6月01 alright 人住新加坡 okay 女生 那么你是五起天府 那五起天府呢 财分路库 现在我不是讲 五起天府嘛 那五起是财新嘛 天府是库嘛 那么对于你来讲呢 你这个八字呢 就是精打细算的 但是你这个八字呢 算是属于专业人士 你比较适合做金融 finance跟account alright 但是你的人呢 原则性太重 理应方便别人 但是你不愿意 但是作为专业 alright 你的工作是平稳的 平顺的 所以你的财分 也是平平稳稳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 你就要懂得 就是方便别人 第一 然后做事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呢 要懂得就是比较变通 然后懂得就是 求人脉 不能说过度的一种 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 我不需要求人 我的人就是平成本事的 没有什么好求的 你要你就给我 这个社会上 我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人不明白 人生的一个过程这种 以人为本 这个世界上 事是没有问题的 你相信我有问题的 一定是人 对吧 各位 而人是全世界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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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复杂的 两公婆啊 都是自己选的 但是呢 很多是燕偶 对吧 你选的 你都会选错 所以我们说 在主婚姻 之所以会成婚 就是因为在主婚 所以呢 真的是瞎的 那么对于你来讲 无起跟天赋的人 对于我来说 你是可以在事业上突破的 唯一的一个缺点里面 你就要懂就是 处理就是人和跟这个主婚的意思 你的命组的八字不错 尽贵而贵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 你如果懂的就是把人脉 主导下来 你的成长的空间是很大的 作为一个管理人 你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创业 不过呢 企业这招 你是很旺老板 你的老板也很愿意成就你 或者是 细成这个事业体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这个八字有一个特别 就会遇到 很多这一种 我们所谓的老板 最后呢 指你不要细成 他的事业 反而 他很希望给你细成 然后形成的一种管理人才 所以你最终可以分红 这个是良好的 All right OK 我要回答另外一个女生 All right 她是问 这个 问财的 新加坡 李小姐 易婷 All right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大家的 这个 Response All right OK 跟着八字 Very close OK 没有关系 那你这个八字 也是无几天赋 然后 事业 关路 有天下 All right 然后你的福德工 有这个贪婪 灵性碰 你这个八字 有一点点特别 假如你是男生 更好 你是女生的格局里面呢 你的结构性啊 你的结构很大 但是因为你这个女生 没有长印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 八字里面的指挥心术 最好你有断掌 断掌就是手纹的断 然后从而有所成就的意思 所以你这个 命主的指挥斗数 唯一的缺点就是 你的燃烧不够 第二 你的思绪的决定不够 也就是说 你有这个框架 但是你的人属于被动 很可惜 等于你浪费了 你这个命主的事业的主心 而你是文昌花季 那文昌一旦花季 就代表你的头脑 思绪里面打结 给了你这个记忆 你反而觉得说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敢前进 所以这一点呢 反而是比较吃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比较明白这一点来讲 对于你而言就是 如果这个命主是难的 你的成就比你想象中的大 但是因为与你的 这个八字里面 所以 你的八字里面反而会影响到你的成长空间 所以就代表你的格局没有突破后 你这样的八字 我们同样其实是要补金的 所以你的贵人是鸡 那为什么是鸡呢 鸡也是你的财心 这个财心 怎样会帮你的 所以你需要有这样的贵人 这样的上司给你机会 这个就是方位 而方位对你贵最好的呢 是东北跟西南 这两个属土 所以你在新加坡的工作的地方 如果在西南方 东北方 更为理想 这个就是环境帮你的 所以从紫微斗树命盘里面 你就会看得到他的每一个方案跟破解方案 There's a solution 就是人有什么样的问题 上天一定能帮你 获福一定是相依 所以这个东西的切线 一定有优势来补你 你有这个优势 你的求稳 那你的阴阳路主里面 本应该属于阳面 而你又是太阴心 变成你的呢 那你的好处 减半又减半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吗 所以不是这个事业没有成就 而是在事业上的这个成就 你呢 是因为女生也吃亏 All right 另外一个是KL All right Malaysia Mr. Lee 今天都是姓李的 那么奇怪 那么多姓李的 就是 难道你们是亲戚吗 一家姓李的都来看我 其他的没有吗 All right 所以我们尽力 各位 因为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 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正在讲的是 Mr. Lee 1979年4月14号的朋友 All right 你是Malaysia KL 以前我的店在阿罗 阿罗有很多好吃的 那个有一个鸡翅膀啊 在姓王的我还记得 我是第1 第2 第3家 第3家 我前面那家也是做咖啡店的做竹槽 然后 隔壁那个是卖 那个牛肉干的 就是有点像美真香的 我就是第3家 后来我就搬了搬了去那个 更大的地方 那个叫 SX2 的一个大的 shopping center 我太多分店了 自己都搞不清 十多间店 OK 1979年Mr. Lee 所以你是天童路主 All right 在于事业的基础上 OK 你是天气聚门 而天气聚门本身就是一口为采 表述的能力很强 所以你做销售 做组织 All right 做直销 All right 做这个科技 或者是我们所讲的 做专业的律师 也是你所这个喜欢的行业 但是你最喜欢的就是快速之福 为什么你喜欢快速之福 因为你的本命是属于天童 天童这个星它是喜欢比较巧妙而快速 如果用耐心去做一件事情 卖一个东西去赚一个10块钱 卖一个东西去赚一个100块钱 不是你内心世界想要的 所以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人在赚钱的渴望 它是很积极的 所以为什么说你看你的田载功 就是贪囊心有花钱 也就是你很快 很desperate 你虽有猴坏 斩头琴 没有耐心 所以你这个 紫围狗书里面 最终 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会有错误的组合 然后形成大号 所以Mr.Lee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呢 这个也叫做 意难成相格 你这个八字有一个缺点 就是一得一失 当你拥有财富 跟失业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 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爱情 就会有问题 你这个八字里面 有技术问题 这个技术问题 就是一得一失 好坏 吉凶参半 对于你这个八字而言 反而就是比较 真正的破服 相依 对啊 但是我妈妈 我现在记得了 修改 他的瓦丹火 也是很好吃 哈哈哈 OK 谢谢谢谢 All right So OK Mr.Lee 然后我要讲的是 马来亚的另外一个朋友 Almos 所以是1992年 是男生 8月20号 希望你还在线 All right So 看 你在吗 各位 OK 所以1992年 然后你是8月20号 好 时间不说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A-M-O-U-S 这个字怎样读啊 A-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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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可爱 不是丹 那就是N-E-M-O-U-S 但ji A-M-O-U-S 我們來看 1992年 你是8月20号 问的是career 那我们来看你的 命组灵性就是空公 本命 然后你的迁移工是指挥贪婪化全 这个八字里面呢 是属于大格局 有心在于事业上的 发愤图强 但是缺点是过于 精打细算 所以你这个人太精 就是算盘打完了 电脑的电脑也不够你用 所以变成在很多时候呢 你借助 但是你的人不妥协 你会想要全力以赴 像这样的一个事业基础上 对我而言 就是压迫中的一种成长 那么这个压迫 一定是要为难你的 然后让你愤愤不平 所以急安 所以你要明白 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就是你的事业 其实是叫做天府灵星 我吞不下这口气 老板看不起我 我更要证明 所以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你要感恩你的小人 就是因为小人为难你 你要分明 证明给他看 然后做出一个成果 所以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叫打压 你这样的组合性的事业 也叫做时钟长玉 时钟长玉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会是一块翡翠 不过这个石头要被打破 从而重新打磨 而你的事业基础里面呢 从事于土 从事于土经跟火土的行业 更为理想 所以紫探路主的人呢 是希望做什么 做investment 所以你喜欢做forex 你喜欢做commodity 你喜欢做stock market 你喜欢做金融盘 所以你这样的八字 其实你的数学 数字的敏感度很好 但是缺点是什么 这个八字呢 不是一开始就要成就 这个八字就是要你跌跌撞撞 所以你的事业的记忆 你的人生 不发少年才 所以你的少年 是属于哦 很多的障碍 也是多的困难 让你的生命线里面 产生了一个恐惧 然后到最后 last burst alright 所以你的大运呢 真正来讲 差不多在你45 46的时候 你这个命盘里面的 太阳爆发 你的光明线上升 所以你的大运在45以后 才能见成果 所以你的事业呢 就冷一冷 然后对于你来讲 一切的东西 都是一个良好的经历 越是挫折 越是困难 越是打磨你 所以你这个八字里面 要不怕伤 不怕死 千里以赴 那么你说 从事的组合体 最好呢 最终还是做房地产 跟房地产有关的东西 房地产的大五金 小五金 或者是后面 还是属于做金融盘 把金融盘你要注意了 这些盘呢 说实在的就是 很虚 所以现在的人也很聪明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像这样的一种事业体里面呢 有他的好 但是呢 很多时候 他的真实性是 不是太真实性的东西 所以你只是帮人 作为一个方式 从中要赚大钱的话 事实上你的责任也很大的 所以要注意你的名义 All right All right Batugan Piarak All right 我终于有一个Piarak LOOI All right 这个姓很特别 LuiSan 还是什么 LOOI 是什么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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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比较特别 1981年 All right 12月31号 1981年 All right 12月 31号 OK 所以你想要问自身 就是你的个性性格 跟你的掌握性 好吧 我回答你的问题 是这几年 All right Lui 你是1981年 出生 12月31号 等一下 1981年 12月31号 对 对 没错 OK 你是天同巨门 巨门有话录 这个好 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就是很有才华 也很难说话 然后以口为财 表述的能力很强 但是切点是格局不够大 很多东西很容易担忧 那么你的担忧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跟无形 但是呢 你却觉得自己有掌握的能力 所以你这个八字我们讲比较虚项 虚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 呃 外表啊 或者是谋士都是看起来不错 但是实际上的承受能力比较弱 所以你这个八字要补甲木 所以你的方位的贵人在东方跟东南方 而且也一定是男人 所以男生是你的贵人 长者尤其 所以天同巨门的人呢 就是永远在忙一些琐碎的事 很忙忙什么鬼不过很忙 alright so你的focus不够 所以你的信念哦 有一点不足 所以这方面来讲要特别留意 但是你的内心是好强的 所以你以为你是小女人 你会被迫成为大女人 也就是说 从小到大 你的内心是被煎熬的 你会很辛苦 第二你很切爱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会希望你的爱情 跟你的情感 会有很好的认知 跟被爱 刚好倒反 因为你的福德是太阳 所以你的八字没有正缘 所以感情上呢 反而是落空 那么这个落空代表什么 代表你是无花果 有心插花划不开 所以对于你来讲 你的人生 是比较灰色的 所以你的八字里面呢 我比较建议你 focus in你的career跟赚钱 你最好的八字是做poperty 跟卖高险 然后这两方面呢 你都能看得到钱 而你的婚姻 越迟越好 对方最好是什么 all right 大你很多的 all right 配大婚姻 然后他乡严分 你也是适合嫁出国的 all right so在于方位的基础里面 你这个八字 第二个问题 你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你的八字之中 你跟家里跟父母的缘分会比较弱 所以呢 内心的安全感不够 所以你的八字也要 火很强大的火 all right 来燃烧你的斗智 ok 所以你的感情上的贵人 爱情上对比比较好的啦 就是属这个马跟属猪的 或者是属兔子的这个爱情 所以你要懂 all right ok 好 我看一下 我到现在都 没有跟很多人打招呼 各位 all right 我刚才那个 Mr.Huizu 他的雷先生 雷先生 all right Joyce Lin all right ok 我大家看一下 all right Jack 你好 Raman 有说是 怎么样 联络到你 你 Candy 你要联络到我 其实很简单 用Facebook严重秀 那么明天呢 我也是有直播 那我每 刚好这一 这个直播 这个星期是 8254 8254来讲 我就是8点 那我8点的直播 是两个小时 里面分享的东西比较多 all right 那么对于严重秀 或者我个人 彭松华 我以前叫彭松华 all right 在马来西亚也是叫彭松华 所以其实都是我 那我这一次的大线改 彭松华是为了我的健康的问题 因为我已经过了50嘛 那我也知道50我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健康的小问题 所以呢我改这个名字 更注重我的健康 这个松 更是长青 更是能帮助我的体质上的好 所以我呢 虽然我最出名的名字叫彭松华 当然我们的公司也是一样出名的 很多人都知道 严重秀 是全世界唯一上市的命理公司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别人的不同点 然后我们在细节上的工作呢 呃也是有很多的这一种对我们的自我严肃 那我们呢在做任何的一切 所以我们的数据都是整理的很好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Operation 那我们严重秀整个团队里面呢 在整个Asia 我们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服务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客户 那么营业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也算是领阳头了 所以在细节上未来我们的一些 呃更多的news 其实是可以接触到的 所以你只要search严重秀 All right can you 你就可以呃 这个logo严重秀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讯息 在我们的Facebook 所以我们的是Facebook at yjs.sg 所以我明天也是在上线 不过我们明天比较早 我们明天是八点 All right 所以八点我们也是在讲 呃这个分享指挥董素的 其他的呃方式 跟风水的一些呃分享 那么现在我还要分享一个1969年的一个KL的朋友 All right Y-S-I-O-N-G Y-S-I-O-N-G NIO All right Okay So Mr. NIO All right I'm coming just for a walk So 你是一九六九年出生 All right 十一夜 十五号 I-S-I-O-N-G 所以时间 I-S-I-O-N-G I-S-I-O-N-G So 你要问 career All right Mr. NIO So 我们来看一下 Mr. NIO All right Mr NIO 您是天机Г门 本命天机 labeled天机 Corporation 你这个八字如果从事事业 顾问 裔训 你是另类的将子牙 但是 微生存思维的 所以 你的人 工作继 考量的东西比较多 All right segundo 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就是做教育 做咨询 做 能言 做这个 或者是做这个律师 跟做这一个会计 这几方面呢 对你会比较理想 那你这个八字里面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你是日业的工位里面 在事业上形成了对立 所以你有天狗吞日的问题 这样来讲 他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就是说 也算是障碍 也就是说 你的人可以成就所有的人 你很忘别人 但是你不忘自己 所以你跟人家讲 分析做投资买股票 你都是对的 No.1 转一个身 你自己做投资 You can't make it 所以你的八字里面 是照亮别人 So you are a mirror 你是照亮他人 不忘自己 这个过程之中 江子牙有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越老越好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你这个八字呢 就是不能停顿 所以你永远要操心 内心世界里面呢 是比较 内焦虑 所以很多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开怀 所以我希望你 对你自己 比较好一点 然后开心一点 你的人生 才会有更好的 酸甜苦辣 这一点 你要特别注意的 那个 Mr.Neal 所以你的事业的成长空间呢 就是平稳的 只是说 接力不足 所以你更是成就企业的人 所以你帮人家布局会比较好 好 1985年 Mr.Chia 最后一个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超时了 增加 所以你是1985年出生 All right Good 好 1月15号 好 新加坡 OK 你是新加坡人 Chai Chia 所以你是姓蔡 All right 我们看姓蔡的朋友 你好 All right 说你这个八字是 命无主心 碰灵心 那么你的千尼宫 反而是天同巨人 那你的关祿宫主 太阴 对宫是天心 其实你这个八字蛮特别的 你有悟性跟灵感 你可以做我这个行业 你宗教跟命理行业 做水晶的行业 你都可以做 这个八字里面 切点是命功有犯天行 所以你如果跟人家合作 做生意 你这个八字很容易招惹官飞 合作不行 所以独立而成事 所以你比较适合 soul provider 你不大适合跟人家合作 这一点呢 是你命功天行的障碍 你要小心 而且有碰灵心 而且有碰灵心 所以你的事业基础里面呢 不容易跟别人合作 然后这个八字里面呢 最大的问题是 你的太阳星化际 所以太阳星化际 然后这个问题就会变成 就是 我们叫做没有光明线 假如没有光明线 宗教行业里面以外 是做晚上的生意比较好 什么叫晚上 可以做外汇 可以做投资 可以做这种一正一协 我们说搞组织的行业 或者是做保险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八字 因为有太阳星化际 就代表 事业上 如果你是想 发奋图强的一个方式来讲 我们叫做虚想 你认知的事业 以为可以做大 其实 没有想象中的这个大 所以很多时候 你的内心世界里面 会常有不满的情绪 从而为难 所以这个八字 在人生的记忆里面 你的中线运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 你在35到44岁 这个阶段 事业的财是不错的 但是慢慢走到中线运以后 45 46以后 你会发现 就是很多时候 人的一种竞争的方式会打压你 所以你的东西会越来越没有利润 然后你在事业上就会收到先天的耶稣 所以你这个八字里面呢 如果是做实验 我是比较不见 但是如果你是说做宗教行业 命运行业 或者是殡葬行业 保险行业 买卖行业 这些呢 对你是比较理想的 好吗 希望大家会比较 短时间的明白 那么今天我们最主要接触这一次的机会 先让你们大概摸索跟明白 那么在紫薇斗树里面真正能看到的细节 无论是在留年留业 从正业到12个业 每一个工位里 其实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个业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那各位我在2006年 在我们还没有上市之前到2012年 袁中秀也做了30万的数据统计报表 那么我们是很在意科学跟印证科学的 那么我们的公司有一个优点 就是把非印证科学把它变成印证科学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风水跟命运 我们已经把它科学化 所以也因为这样说服了承包商 我们在英国挂牌上市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多年的这个经历 六年来的统计数据报表 所以我们在做了这些数据报表了以后 我们才会有了一个根基 就是知道所以来 所以所有的东西 命运的组合它有它的轨迹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的人生是乏力的 你不要觉得你的人生是黑暗的 你也不要觉得说今天我算命就是一种迷信 如果你自己相信自己可以能定胜天 你其实迷恋你自己也不对 对吗 你觉得你可以改变 那真正的改变是这样子的吗 它是一个整理 所以人往往要记得 以其你今天不能改变太阳升起的这个方位 你应该改变你自己起身的时间 或者你要面对的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一定要减少你的损失 所以紫围斗数呢 就是减少我们生活中的盲点 重点就在这里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分享会 你们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做更好的分享 那在此呢 我祝福大家 在线的朋友们 身体健康福寿康礼 那么很快的2021年又要来了 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再分享2021年的其他的活动 生肖的一策 更有这个对未来更有掌握 好吗 各位 所以在此呢 我就跟大家说晚安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就是会喜欢 Please like and share 给我们一些comments 然后想要知道我们更多的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Facebook At 言中秀YJS.SG So 欢迎大家 Thank you